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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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复制住 把剩下的瓶子 现在要去大伯家吃饭 然后排消费 大伯骨 祟花 吃完 里面 哈哈 回家了 然后每次从大伯家回来都收获满 这个是大伯自己做的satay醬 然后这个是刚才吃的鲜饭 然后加一些青菜 然后 这是自己做的虾饼 然后面 然后satay 然后还有一些豆干 还有bemun什么的 家人的爱 大家 然后我刚刚就是吃完巧克力面包 然后我想要就是出去洗碗还有洗杯 然后我在洗碗洗杯的时候遇到我的室友 然后他就看了我一下 然后想说嗯 然后我就跟他say个hi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怎样 然后我就回来房间 然后我想要睡个觉 然后在睡觉之前我想要上一个厕所 然后就去上厕所 然后结果发现 这是巧克力酱 我的天哪我真的超级丢脸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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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有 有 好可惡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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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谢谢大家来看这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星期一还有星期二是没有Vlog的 因为那几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就完全没有心情 然后动态也比较不好 所以就没有拍 然后在这边也是想要小小跟大家update一下 因为我上一个Vlog是dailyVlog 然后就很多人跑来跟我讲很无聊 就我当然也知道 不然那个title那叫无聊的一天 就真的有在无聊 所以我现在会把那个Vlog变成了Vlog 就希望可以多一点content 然后不出意外的话会每个星期五出这个Vlog 但是讲真的 我生活其实还蛮无聊的 一点都不多之都猜 所以大家不要把 expectation 设太高啦 因为就是一个很normal的student life 这样子而已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feedback 或者是有什么想要我拍的主题 什么的都可以comment在下面 或者是inbox我这样子 然后真的很谢谢大家看我的Vlog bye